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有一座风景优秘的地方 丽山 丽山是秦岭山的一处枝脉 因景色秀林 同时又被称之秀林 陕西丽山 还有着丽山晚兜的地方美称 我们都知道在陕西丽山 还有一个世界无名的文化遗址 那边就是秦始华林 而除此之外 还发现了其他有价值的遗址 在1986年 陕西游瓦村的聪明在挖掘区乐观的时候 挖出了一些陶片 考古转家认为 这里很有可能有这些做大学的古墓 而经过土地开展之后 还发现一座古墓 陕西游瓦村的秦东林 根据这个史书中的记载 秦东林之中一共造成四位重要 四位完后 以及一位太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秦东林表面的戒指已经变得大雅无从了 所以秦东林的具体位置就有些为人知了 秦东林的领悟都像都城一般 由西下部修剪雅字型墓穴油 三座中字型墓穴油两座 还有三座甲字型墓穴 三座陪葬盆和四处陪葬墓区 秦东林被奉四部分 其中四号林园位于小玉河南岸 与一号林园相对 四号林园是利用了天然的小沟和人物的拉爪 做出了好沟 人园左面地位四十八二平八米 有一座雅字型大米 头东西发酵 瞩目到在五年 临约的蓝色还有两座甲字型的附葬墓 以及一小处陪葬墓区 最后考古表家确认了四号古墓中的雅字型墓穴 也是秦宣泰后铭巴子的古墓 虽然发现了这些古墓 但是古墓的宝从依旧完喉 所以并没有对古墓进行划掘 而是保护得起来 但是由于墓园太大 能源又少 导致最后古墓还是被盗了 盗洞省长三十六米 盗墓这大古墓室 而被盗的地座古墓便是四号林园中的 薛太虹 敏乐的雅字型古墓 像这种规格的大型古墓 里面一般都会有许多的青铜器 监银 珠宝之类的 考古队在进行古墓 卡掘的时候 在古墓中发现了 盗洞里留下来的电池 菜刀 绳索 鞭子带刀 害到这样大了高兴 考古队被弃得跳脚 这些东西就像是盗墓室专门留下来炫耀一般 不过天晚上会被疏而入 这一群盗墓室最后还是被警方抓住了 只是流传出去的国伯选址 追回了二十几件 其实像敏烈墓宗被盗的情况 在其他地方也记得了不少 然而最让人惊讶的是 因为盗取网友使得鲁木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也让那些网友受到了永久性的沙发 同时也阻碍了研究我国及青年文化的重要图境 难道这家如此奇怪 好了 本期的结果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转发 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